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时候都是做了假天花的 看得很仔细啊 不过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 假天花的装置方法大致都是分为两种 分别是明镜 Open Green 就是可以看到支撑骨架 而另一种呢就是暗镜 Consular Green 它的支撑架会被假天花遮住 所以看不到 这一用哪一种呢 就要根据工程师设计的血而定 虽然这两种装置方法都有它不同的生产商和系统 但是它们主要的装嵌部分都是分为三部分的 你记不记得 今天都看着饼书你做 当然记得了 第一呢就是悬挂部分 Suspicion part 一般都是用钢材来做的 你还有点水平啊 第二部分就是骨架结构 frame wall 其中包括龙骨 支架和脚支架 接着就是假天花板了 其材料方面呢就有很多种 包括纸板 金属板 长方形 格子 条形 以及石膏板 而较厚的石膏板 就具有一定程度的防火和防潮功能 之后还要与工程师选择的其他设计方案配合 同时还要注意所有天花板都有标准的尺寸 设计的时候还必须选择合适的材料 哇 真是不说不知道 原来假天花有这么多种类和款式 那这些材料来到工地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吗 是啊 而且所有运到工地上的假天花 都必须依照工程师批合的样板要求 来检查好它们的印花图案和颜色 如果发现有刮花或者被压过而起了凹凸面的话 就千万不能收获 另外不要说我秉淑没有提醒你啊 收获的时候要对清货号 因为现在仍然有工质和英质的产品 所以要验收清楚它的大小厚薄尺寸 不然的话到时候一不留意收错的话那就麻烦了 放心吧 丙叔不会出错的 而且我知道除了验收之外 放材料的时候也都要特别小心才行 一定要离地存放在干爽清洁的材料存放区 并加以适当的遮盖和保护 千万不能撞花和被水淋湿 而天花纸板就要平放在离开地面的架子上面 没错啊 另外在搬运和安装材料的时候 还一定要戴上清洁手套 并且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能磨损表面或者边缘